六星的概念 所以就产生十个洗胸型术 这十个洗胸型术来做泥下的运用 这是一贯下来的逻辑概念 所以在发生定期里面 这个我 应 以和 客 官 我客 财 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概念 只是 让我们去知道 这十个洗胸型术 是由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 而来进一步的产生而已 所以你今天不能讲说 好 我要去娶一个老婆 我一定要找那个命主 她是被我客 这样才能够符合夫妻之道 告诉各位 没这个概念 没有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命局里面 如果要谈到所谓的人跟人的相处的话 我们都一定希望是什么 相生 你生我或是我生你 不喜欢谈相克 这种所谓什么夫妻为相克之道 他只是告诉你 这个财是因为被我客而来产生的一个财心 这样了解了吗 被我生就是子女 来生我就是应父母 只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不能把这样一个概念 把它扩充到 我今天来娶个老婆 是不是要去找被我客的 这样就不对了 尤其以八字命局里面来讲 命主的这个我跟心术之间的互动变化 在实物的论述上 并不会很强烈去论到所谓的这种相冲相克的概念 不会去论到 他只会去论到 由这个生生克克产生 这个命主 它是身旺还是身强的变化 这样考课慢慢去体会 那为什么会产生再一个论述呢 这就是传统八字 命理学上一个很大的缺失 因为传统的命理学呢 他在讨论这样的一个发生命理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这种断章取义的事情出来 那这种断章取义呢 就会形成了我们没有办法 很全排性的去了解到这个命局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急凶祸祸的变化 就要像在长长你们上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如果你来问我 老师啊 我的儿子八字里面 有一个三观是凶星 我的女儿 有一个夫妻公路偏印是凶星 那会怎么样 你猜我怎么跟你回答 我一定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为什么 你跟我讲你的儿子八字里面有一个三观 你女儿的八字里面有一个偏印 我怎么知道那个三观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个偏印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现在上到这个程度了 每次老师来跟你们解答这个命盘的时候 一定是怎么样 怎么命盘拿出来看 所以第二句话 我一定会跟你说 命盘拿来看看再说 各位 有没有去体会到 同样这个命盘 同样星宿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买的位置不一样 产生的影响一定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还在问我 我的儿子有三观 我的女儿有偏印会怎么样 摆的位置都不一样 影响就不一样了 我怎么知道会怎么样 可不可以断当其余来论 不可以 整体性来看 知道吗 就是整体性来看 你才知道 你这个三观有没有受到 怎么样好的 什么样的坏的 到底是旺啊 是衰啊 有没有受到大运所影响啊 是不是都会产生变化 因此 我们在学习命理学 绝对不能陷入 断章取义 这样的文字障移里面去 所以老师给你们教的都是 整体性的一个概况 有没有从第二堂课 命盘就写上来给你们看了 一定要这样子 不要像有些命理老师 都已经上了半年一年的 还没教学生如何看命盘 老师都骗学生 你就把这个学完 把这个读完 把这个看完 到时候整个命盘上来 你就会看了 告诉你 骗人的 没这回事 知道吗 你要整个这样整体来看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读作的逻辑加工 所以这个十个星术 怎么样来产生的 大概知道了吗 所以相生相克 我们说 同性前面的才观印 同性的话就是为偏 异性的话就是为正 那后面的笔节食伤 同性的话就是为笔节 为食神 那异性的话就是为 结财 三观 所以同就为偏 为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口诀 我们就记一下